我叫李周周 振华零三集 三班的夜生 你好 我叫李乔 星星无所不知 你只能到第一 不能到第二 你没有别的退路 你聋了你 我叫新月 就她问题最严重的 我发给我小时候 那个时候多好 你为什么要学文啊 我想像个大虾一样 简简单单 无心无素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她真的平淡 她真的都不用搞她 这么选 慢慢开心了 其实 选择一点儿平安 只要你固定眼睛 用心听 选出你觉得心里最动听的声音就可以了 就算天还未放晴 答应我回忆着拆净 有个遗憾 有个遗憾 总是有人看不起 有人成像 全认得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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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和我都会认 你欠谁的你 欠谁的你 欠谁的 欠谁的 欠谁的你呢 欠谁的你呢 小时候 大家夸我又聪明又漂亮 少认得我认得我认得我珍贼 很累 太多的未知在床 我拥有你保持 你护压的灵友 少认得我刚开心 似乎自己变旁 迷雾消散 迷雾平凡 You'd be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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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遇着阳光 是温柔的世界 没有什么梦还长 都是那一笔说再见 就再也不见了 你也知道什么 秘密呢 就是 你心里一直走不出来 取悦你一直走下去的迷宫啊 我愿意把迷宫的出口给你 是因为 我希望你永远都是那个 单纯的快乐 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希望你永远都可以 离开是为了更好相聚 壮士留步 明天 应该是个好天气 毕竟 我们都会慢慢变了 但你不会的 你永远都是18岁 永远都是最好的娘 距离老去还有很多年 而很多年中 会有很多变故 很多快乐 和很多悲伤 真正的英雄主义 是在看清生活本质之后 远远生活 也 更好 所以 远远生活 越来越境 越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